大家好 這邊是FIRE手創刨格工藝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前天 前天的零錢包 零錢包的皮雕 我們前天有介紹了畫圖跟刀線 前天介紹的是圖跟刀線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來介紹雕刻的過程跟部分 很多人都有在直播 那我的鄰居有說其實可以加入一些比較激烈的語言或是尷尬 比較多人會看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有一些可能也不一定是台灣人 所以尷尬或者是比較激烈可能也不符合我們想要分享或表達的訴求跟目標 OK 那我們等一下就開始分享跟介紹我們這一次要直播的這個 這個零錢包的湯草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就會讓我們從畫圖到刀線到雕刻 那染色的部分可能就先不講了 讓大家先對皮雕是怎麼製作的過程跟製程有一定的認識跟了解 那陸陸續續如果說大家有其他的問題 比如說對工具的使用工具的改造 還有土的結構或版型 我們其實也都可以再跟大家討論 或者是說來我的店或者是來正星街都可以過來做一做聊一聊 好那我們現在就 我先把我們的相機先架好 我們等一下來做介紹的狀作 等一下喔 加一下手機 這樣應該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那因為我是用前鏡頭 所以等一下可能大家的留言我會沒有辦法看到 那我就繼續的去介紹跟教各位如何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皮雕的過程是怎樣去做一個雕刻的步驟 好那我們現在我們首先我們有提過了嘛 就是我們的皮雕要先噴石 要噴石 那皮革比較柔軟 纖維吸到一些水分之後 我們再去做敲打 它會呈現的比較立體 好我們先拿到旁邊 噴石 那濕度的部分很多人會有問題啦 那濕度的部分 濕度的部分 哎呦 楊森達 雪友哥 小淘氣 正在加入了 我有瞄到 噴石 之前 深達有請 我們工作室做了一個槍杯帶 那在節目上大家可能會有看到 是一個雪里登 style的一個槍杯帶 然後它可能裡面可以 左右兩側可以放一些小東西跟小包包 這個很酷 因為在台灣比較少人做 在美國比較多人使用 那這次的合作我覺得滿有趣的 而且做得也不錯 我覺得這效果也很好 好 我們現在噴濕了 那皮革的濕度我們 通常來說就是大概在 五分啦 五六分左右 大概在五六分左右 我們可以做一個 雕刻的動作 我們可以做一個雕刻的動作 那有些時候太濕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點點爛爛的 或者是不夠立體的狀況 那 那 所以濕度的部分 在皮革的過程 其實是很 很重要的一個 環節 呃 我在直播 好 那 呃 我們開始敲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是 P代號或B代號先敲 其實都沒有關係 那我當然說過 就是我們沒有一定的對錯 那我們在 在 敲的時候 我個人的習慣是會先去敲 所謂的 P 在 在日本的 呃 方式 會有A到Z啦 那在 Sherry Dan跟Berry King的話 它是以不同的名稱方式 來去做介紹的工具 那我們還是統稱就是用 ABCD到Z來講 可能各位會比較清楚 現在我們要先敲的是 P的代號 它主要就是用來做在花跟葉子的周圍的一個凹陷的效果 那當然它有大小值 那大小值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做一些 當時畫圖的設計都會把它算在裡面了 那我們會拿出我們的P代號 然後去做敲的動作 OK 把我們的 選葉跟葉子的部分 我們好好的去 敲它 那為什麼要自己畫圖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知道圖的流向跟動向 我們可以看到 蝸牛 這是什麼 是貓 我們的 真心接彩虹來的鄰居 Erik 跑進來 所以它給大家一點不一樣的驚喜 我們會把P代號慢慢的去敲 它會有一些 喔 這個是零錢包 這是零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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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手機套 當然筆記本跟手機套也可以做 去敲我們的邊邊 然後慢慢的提起來 一樣都是往漩渦的中心去做旋轉 這樣才會有一個輕重的感覺 OK 這樣子 然後比較大的 我們都會選 比較大隻一點點的去 去做 我拿的錘子是230克的 並不是1盎司的 1盎司的 敲久手可能會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我所說 在 畫圖的時候 其實你都已經把 你的 流線跟想要做的東西都已經先算好在裡面了 所以 工具的尺寸阿 跟你使用的方式阿 基本上 有圖面 所以你都知道可以現在是要使用 什麼樣子的工具去做敲打 然後我們發現這邊敲的時候少了一條 刀線 這時候也可以補一下 輕輕輕的 然後慢慢的 越來越重 去打 邊緣 OK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這些 夜流的 凹槽處 夜流的凹槽處 我們都已經 把 批代號 敲好了 那 批代號的話其實它有很多的Size 那很多的Size我們會因為我們畫圖的時候 我們自己知道 該使用什麼樣子的尺寸去做 我們要做的尺寸 像這邊的部分我們就會 用比較小號的 一樣往中心 中心去做 我們的陰影 那因為我們敲下去的這些東西 它到時候染色的時候 我們的染料是會卡在裡面的 那我們也不是敲紙的 我們必須順著花的紋路去 慢慢的變輕 OK 有啦 我剛好跟大家說就是我的鄰居 希望我可以繳一些髒話 可是我覺得好像不太好啦 OK 就往我們的中心去匯集 這樣子它的花才會有 皺褶的感覺 跟陰影的感覺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花的漸層 批代號的部分已經上去了 那批代號敲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我們會敲 V代號 V代號 中文有的人叫做 挑邊 那挑邊其實它 也有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Size V代號 我拿一些V代號給各位看一下 這些統稱是我們的V代號 OK 這是我們統稱的V代號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我們敲下去的時候 把邊挑起來 那樣有很多不同的Size 我們主要呢是在 我們的捲頁的部分的尾巴 要讓它有一個挑起來的感覺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挑起來之後的感覺會像是這樣 它會有一個深淺的 立體明暗度 在我們凹槽的地方 都敲上我們的V代號 大小不一樣 那我們就換不一樣的大小 然後 其實有些時候 有些工具是我們可以自己做的啦 像這一支就是我們自己做的工具 它是比較 算比較大支的 比較大支的V代號 好 喝茶喔 大家少喝飲料 隔壁鄰居泡茶來了 喝一下喝一下 你不會髒話啦 比較有人會看 好 拜 有沒有 比較大的V代號 沒有 可能跟大家比較不熟 所以齁 比較不會跟大家挑啦 跟你們挑我也抱歉 你應該留言啦 沒有留言直接衝到 不然要分享一下 對啊 分享一下好不好 分享一下 拜託耶 拜託耶 這裡出去上課都要花錢耶 現在說給你們聽 還沒要分享 這樣對 有沒有 我們這邊V代號去敲 記得分享啦 不分享我下次不直播了 把我們的V跟捲葉的邊 通通都 讓它敲起來 變得比較立體 這邊都可以敲 OK 其實在正心街 大家都是最真實的一面 所以 其實這樣子直播齁 還是有一點點比較的 沒那麼真誠 真誠的話一定是講一講 三字經就出來了 OK 你看我們的花 這樣子下去敲 它的 立體感已經慢慢的 比較出來了 通常在皮掉的時候 我們會用稍微比較厚一點的皮 其實1.6或1.8就可以掉了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 用到2.2的 OK OK 那現在這樣子我們的 凹槽 就都出來了 有沒有 我們的立體度已經開始出來了 有問題都可以問沒關係 對不對 OK 像這樣子 然後 V帶要敲完之後 我們要幹嘛 就是 使用最長的工具的就是 所謂的 打邊 打邊的工具 打邊的工具 也有分很多種 那如果說 手工工具來說的話 通常我會建議就是 其實 我找一下 工具 好 其實如果一般人沒有買Berry King的話 用這種GRAVDOCK SK的就夠了 OK SK就是黑色 只是它的立體度跟線條 並沒有像Berry King 因為是手工模的 比較那麼來的細緻 可是 其實基本上 都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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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奇怪了 我有幾支工具 找不到 OK 這是我最常用的打邊工具的幾個形式 它主要就是上面有網紋 有一定的斜度 我們可以去做打邊的工作 哎呀 隔壁的鄰居送甜點來了 等一下吃一下 麻糬跟 這是什麼 涼粿嗎 有空來正心街啦 大家不要只在家裡 好不好 我們用打邊的方式 一樣 三隻手指頭拿著 兩隻手扶住 讓它是 直的 工具盡量都是直的 不要去做琴斜 做敲打 敲打之後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網紋 它會變立體 皮掉的部分 是把不要的部分往下掉 留下藥的 OK 那有的人他一開始出學的時候 可能會這樣 移一下 移一下 這也沒關係 因為 這都需要練習 那你做久之後 你才可以下去 走這個工具 你才可以這樣子去 走這個工具 去 移它 然後平順地利用它的盾點 去移動你手上的工具 然後敲的時候一樣 我們越往細線的地方 那時候我們有提到刀線的部分是 重到輕 重的時候就是比較大力 輕的時候比較小力 那我們在敲打邊工具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意思 重的地方我們敲得比較深 然後到你的線變比較細的時候 我們往上提 讓它比較輕一點點 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一直在強調 在做的時候 並沒有一定的對或錯 就是只有個人習慣的問題 只有個人習慣的問題 鄰居真好 對啊我們鄰居超好的 好不好 OK 一些地方 我們都可以再去做修正 然後打比較長邊的我就會拿這個 看到嗎 比較大支一點的 這樣子去跑這個線 不用敲那麼多下 有沒有發現聲音越來越小 慢慢的變輕 那反過來你也可以從輕的敲到重的 OK 慢慢變輕 有沒有發現它會開始越來越立體 然後 然後 我們可以移動我們的皮革 有嗎 看到出差別了嗎 它慢慢的開始 變得比較立體 然後 敲的時候 其實皮革的濕度控制很重要 那有些人他們會覺得說 我 我要比較大膽 這樣說比較大膽 這樣說比較大膽 他們的說 比較沈 其實我覺得這樣不對 就像抓兩 你一定要抓到地方 你比較會鬆 你不可能說小大膽去試 你會比較開心 有沒有 就像這樣 像這樣 就等一下配甜點了 好 來喔 這是我們巷口13 的馬卡龍 OK 我們有茶 我們有馬卡龍 我們還有好吃的麻糬 你還有茶嗎 我還有茶 對阿 你們又沒有來振興街 這樣就不對了 好 好 一顆馬卡龍 我不知道怎麼說到哪裡 沒關係 這裡啦 那個的話2300 你看 沒有辦法 因為那皮塑的 對啊 那天上已經很便宜了 然後幾次了 都沒開嗎 上禮拜你要去 昨天打電話 我來 你說你有活動 欸 打電話是我打的 喔 再次不是有一次好你在竹山對不對 對我在竹山 因為昨天有一個人來啦 然後他說他是職業軍人 喔 不是不是我 然後我一直以為 那電話還是你打的 不是不是不是 他那個是皮塑的 所以 所以他的製程比較麻煩 對啊 然後也都是手縫的 所以 好 你看到 我們的邊慢慢的正在 成形當中 對 OK 轉彎的地方 有些工具是弧度的 轉彎的地方 有一些工具是弧度的 如果沒有弧度的工具 沒關係 我們拿 平的慢慢敲 也是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OK 其實我還是看得到各位在講什麼話啦 有問題的話你們可以問 如果我瞄一下 瞄到你們有問的話 我可以直接在線上為各位做解答 那如果不問的話 那就 那就 那就沒關係啦 我就繼續做 我看到 我看到痘痘加入了喔 痘痘趕快回台灣 你不用到聖誕節就要回台灣了 旋轉的部分 我們其實可以善用一些我們的工具 因為 國外他們的 皮膠的歷史比較久 所以他們會開發出一些很好用的工具 跟很合理的工具 我們可以善用 蛤 可以啊 可以拿起來看 慢慢的把它縮起來 有沒有 好 然後到尾巴的時候輕輕的提起來 小心 不要黏在一起 因為黏在一起它就像是斷掉了 它就沒有那種流暢啊旋轉的感覺 所以比較可惜 打邊齁 是整個皮膠過程當中 最花最多時間的一個工具 一個 製程 一個流程 所以其實 打邊很重要 因為它其實會影響到你後面染色的 的流暢度跟你顏色漸進的一個關係很爽 比如說你邊沒打好沒接好工具拿的角度不對 會搖來搖去太大力太小力導致它的網紋不均勻 你的顏色染下去之後 就會凹凸不平 粗細不一 等等 所以其實要乾淨俐落的話打邊很重要喔 所以很多人一開始就是在打邊的時候可能打的不夠的乾淨不夠俐落 然後就會變成說顏色染下去的時候比較可惜 就是它沒有辦法 呈現一種漸層然後收縮的感覺 然後其實手工工具做到很細了啦 所以你們可以把圖畫得很複雜 它並不會因為你打邊的角度不夠的去垂直 然後去 然後去 去碾壓到隔壁的線條導致你們把它黏在一起 這種狀況 呃現在的金屬工藝跟加工技術工具都做得非常成熟了 都可以處理到以前沒辦法處理的一些細節 水分喔 這樣提到水分很重要 我們要再加一點水分 不用太濕 加一點水分 加一點水分 稍微等水分進去一點點 再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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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慢慢修圖的邊緣 大家如果說自己在家裡有在做皮件或是沒在做皮件 然後有興趣的都可以幫我分享這個影片 讓大家看到皮雕到底是怎麼雕出來的好嗎 拜託一下 要不然我很常聽到客人進來店裡都是問第一句話就是 啊!那是會燙的啦!那是沒辦法重的啦 那是怎麼回小孩改印章回重的 是也沒錯啦好不好 只是我覺得說 如果說台灣或者是大家的美學觀念跟製程 能夠了解到手作真正的溫度跟精神的話 我覺得這部分去分享一下 有好沒有壞啦 5號沒壞啦 有好沒有壞啦 長邊換大一點的工具 長邊換大一點的工具 這樣不用敲那麼多 不然 你要拿那種0號的去敲到10 也是ok 你要拿3號的慢慢敲也是ok 可是你如果說你可以 5分鐘就做完的事情 用正確的方式去做 你要做50分鐘 比較浪費時間 其實我之前沒有直播過做這個給大家看 我覺得皮雕這東西齁 很像魔術師啊 玩的人很多 做的人很多 可是真正知道當中的一些know how的人 就比較少 那你這樣子分享 其實大家也可以比較了解到說 這東西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不然大家都說 皮雕就是講講的而已 哪有什麼 對啦 是沒什麼 啊就講了好講了壞而已 啊很多人在做 大家一定最常聽到的是 欸做得好漂亮喔 很好啊 可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說 如果說在 可以再更精進的話 整個環境齁 跟整個 環境也好 市場也好 或者是 一般的消費者或民眾 對於美學的提升也好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OK 聊著聊著好像敲得差不多了 剩下花 花我一樣喜歡留到最後敲 OK 留到最後敲 阿花的部分 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支很有趣的工具 這一支 它是Berry King的 OK 它用在哪裡勒 用在我們花的花瓣上面 這裡 很細啦 可是我不曉得大家看不看得到 可是我個人蠻喜歡的 因為 這些效果 都是 細節都藏在魔鬼裡面 魔鬼都藏在細節裡面 說錯了 我拿個東西給大家看一下 看大家知道 那個 它在哪 剛剛敲的那個 其實統稱C代號 那Gravito以前有做 可是Gravito以前做的比較細 現在做的比較粗 已經絕版了 所以大家要買 可能就是買Berry King的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得到有那個半圓形的 放射線嗎 半圓形的放射線 然後我們的工具拿紙 敲出來的網紋 就會是直線的 是銳利的 比較乾淨 重點還是要乾淨 好嗎 好 我們繼續來敲我們的花 花在敲就很快 因為你剛剛已經熱身完畢了 很多人 都會說 唐草皮雕 唐草blahblahblah 可是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的土都被切斷 我覺得這真的很可惜 或者是美式 什麼什麼 美式唐草 美式雕花 靠腰 皮雕本來就美國流過來的 不然你要什麼事 台式嗎 沒有 沒有吧 你可以用台灣的元素去做創作 但這東西的其實點就不是在台灣 所以什麼事什麼事 挖室自由室 都太多了 大家有時候在聊 我覺得其實真的沒那麼複雜 磨邊 熱燙磨邊 瘋辣磨邊 機器磨邊 處理劑磨邊 自己做處理劑 真的有的沒有的 其實這樣沒的就好了 小漢哥說你要說台語 我現在在說台語 你都說國語 好啦 我們說台語 因為香港人在喔 我今天聽不懂 要怎麼學 香港的朋友 不好意思啦 我接下來要講台語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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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現在這樣 差不多了 你講完 現在開始轉換台語模式 來台南就是要講台語 知道嗎 好 現在有幾個十七個在看 趕快分享啦 趕快分享 這次講講完 你只能看重播而已 這支比較大支的 講得到 美台號 你只能看重播 其實有什麼和尚 你們這些出品的隔壁都會來亂 你們就覺得直播就好看 如果我一個人在這裡講 我跟你們說 你們應該沒什麼人要看 你們覺得就沒了 再講 來 你不做 拍子 在這個 台語 說 你不做 但是 你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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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做 天字 你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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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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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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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